Hello 大家好 朱昌路 9月28日較早前已有三名尼博爾籍保安確診 傍晚衛生局公佈再新增一名輸入關聯病例 是本澳第七十一宗確診病例 是金王宮中國大酒店隔離金寶萊酒店任職外判保安 衛生局表示患者是38歲男性 是金寶萊酒店監控室的保安 工作時不會接觸客人和其他酒店員工 但就和中國大酒店和金寶萊酒店保安使用同一間更衣室 由於列為第六十五、六十六例的共同軌跡人士 所以自9月25日已在酒店進行隔離醫學觀察 自己一個人在房間不用工作和沒有接觸其他工作人員 9月22、24日的核酸檢測都是陰性 今天再做之後就變了陽性 患者在今年4月24和6月14日 已經在內地接種一劑國藥滅活疫苗和一劑科興 這期玩溝針 目前患者沒有任何不適症狀 已經安排診治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記得訂閱、按讚和分享出去 下次見 拜拜